來 來 姐妹們難以起始的問題 我的秘密怎麼了 今天我們請到了 未婚小照片代表大雅 大照片代表小甜甜 除此之外 我們還特別請到了 兩位已婚的婦女代表 紅百容和Melody 另外我們還特別請到了 五位不同特別的名醫 跟我們一起來探討 女人們難以起始的乳房問題 到底該怎麼處理呢 就讓我們一起來聽聽看吧 妳本身反而是沒有問題的 不然因為胸部注意很多 像紅色一樣蜘蛛 我們可以知道 那這可能 它是屬於一個肝功能的問題 很多是肝硬化一個情傷 所以我旁邊有 特別重量的濕疹 那是一個特別的疾病 其實跟我們的肝胃有關 我們肝胃為什麼會大 是因為我們的腸胃的氣血充沛 蔡上雞不是這樣講耶 那是 真的嗎 對 乳菸 還有那個體毛怎麼旋轉什麼 要怎麼做 這個可以看 謝謝 瓜哥 晚安 今天將是我們兩個人 主持生涯的最高峰了 對 是 我們要用非常專業 非常客觀的一種態度 很認真的討論乳房 不錯 以及上面的兩個圈圈乳菸 為了跟大家拉近距離 我先給她看我乳頭的顏色 不用… 沒有這麼難聽喔 沒有… 不用故事 看一下嘛 對… 有沒有進去 不是 然後特別來面很難介紹 對面是專家 是醫師很好介紹對不對 對 我們請到的是 好帥喔 對 沒有這個才過分 威溫小罩杯女藝人 小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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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製作單位很過分耶 我們製作單位很過分耶 對 其實… 沒有 今天我們應該這樣講啦 其實我們做節目 很多人都說 要有所謂的社會教育責任嘛 對 那其實我們之前曾經做過 就是很多粉領族來 他連婦科都不敢去做定期檢查 對 那這種觀念 我們就要告訴大家說 其實如果你難以啟齒 我們四大 四大 四大 精采 對 精采呢 今天就要好好來幫你問一下 沒錯 其實我想問女生 就是說你們有沒有自己真的 因為在我們高中時候就會教嘛 那時候你當然也就覺得 隨便摸一摸就好了 那有沒有不管是有生過小孩 或者是沒有生過小孩 自己在檢查 曾經有就是嚇到自己過的時候 唉唷 這是什麼 是硬塊嗎 有嗎 有 常常 你常常 不是 因為你知道在生理期的 不同的時段 因為按的時候就會有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出現 對 有的時候現在亞洲女孩子 很容易有那種胸部裡 有很多那種組織啊 就它不是 纖維 對 纖維那種囊腫 還是什麼東西 就一摸就覺得好像是硬塊 就趕快 對 所以我都會打電話給一生說 我現在我明天就來到超音波 看是什麼東西 所以妳是只有到超音波嗎 妳有沒有做過那種乳房 我還沒有 我還沒有 因為超音波都還OK 我還沒有到年齡吧 她是不是35歲以上 不是不是 她是兩年都要一次的乳房 真的 妳說mammogram嗎 她會這樣夾奶奶 等一下 妳要做嗎 妳知道為什麼 妳知道為什麼 因為有一次我也是 就是聽說什麼乳房自我檢查 可是我那時候一直覺得說 應該沒那麼嚴重 然後到後來是又 女生胸部本來就一大一小 但是我那時候 一大一小到有點誇張 然後我就 而且我那個陣子 就把小那邊一直要擠 就想要把它擠得跟它一樣大 但沒有辦法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 會不會 還是妳要用Dyson 西翔的那種 我聽說 我那時候是真的擔心 是會有腫瘤 因為那時候就開始 就會覺得說 好像這裡比較大顆的這個空間 是不是腫瘤 然後後來我就去看 就是去找醫生 然後我也嚇死了 因為第一次你們醫生好直接喔 都給他洗裡準備 他就直接 一看一整進去 好 衣服脫掉要脫掉 不是有猜嗎 但是那個時候 我都還沒有被摸過 我第一次就被摸過去了 因為那時候才讀書而已啊 好意思 所以請問四位 真正有去做乳房攝影的有沒有 白蓉有沒有 沒有 是超音波 我也只有做到超音波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也是就是嚇到 然後也因為年紀 又生了兩胎嘛 他就說那不然你做一次乳房攝影 那我在一個專欄裡寫過 你沒有做過的人 絕對不知道那種痛是 多痛 我跟你講 假設我們乳房是一個 一個時鐘好了 他必須要上下夾跟左右夾 也就是說 他會把你的十二點鐘跟六點鐘 夾到這樣子 然後你就這樣 太可怕了 然後因為他說這樣夾扁 他才能看到你的纖維 那你以為要結束了 接下來下一次就是把你的 三點跟九點 這樣夾 你看 你還帶你自己的照片來分享 好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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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大家 其實剛才陶子姐 像陶子姐還那麼年輕 其實應該可以不用做乳房攝影 我那時候是怕 也是懷疑 也是摸到硬硬了什麼的 其實如果特別是有硬塊的時候 其實做超音波更有價值 因為針對一個目標去做 所以像在國外來講 超音波常常只做 就是我只做這個地方 你懷疑什麼地方有問題 我只做這個地方 當然在台灣是會全部乳房都做 可是這個是幾歲以後 我們說他還是比較建議 40歲以後 40歲以後 或許是說你有一個家族史 然後你已經有被診斷 成為乳癌的時候 我們才會叫病人 再去做一個乳房攝影 就是做假奶的填充物 這樣會不會有影響 應該是不會 現在如果要講 他都有一個合格 就是有經驗的一個技術師 他可以把你的鹽水袋 或者是一個矽膠袋 他推到比較旁邊去 所以還是一樣是 還是不推 推到會很近 那他不會像水球一樣 砰 破掉嗎 理論上是不會 好扯 理論上是不會 那當然就是說 如果說有些人本來 已經有一點裂縫 那你像一個大的壓力的時候 可能會破 女人都很沒有尊嚴 像那時候我是乳腺炎 然後醫生說 你這邊好像有一個硬 可是他也不曉得 是不是一塊奶 還怎麼樣 他也沒有任何的 心理準備 我就躺在那邊冷冷清 大家都在看你 然後你就躺在那邊這樣 他就拿個大針頭 這樣子搓下去 搓出來看有沒有液體出來 他沒有液體 可能就是癌症 如果有液體的話 可能就還是奶 因為乳腺炎這樣 就這樣搓 他可能有二十幾顆 我不可能二十幾顆都跟你搓 所以你六個月以後再回來 就是很沒有尊嚴 你知道很痛那個針 這麼大這樣搓 所以我什麼時候 女人生過小孩之後 人家說你奧巴桑 不是 你要想 每次產檢就是 醫生進來了 真的 對 對 他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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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動作之後 你上面都無所謂 都無所謂 對啊 然後你看 他遮一下都不給你遮 然後護士還這樣站在那邊看 你要脫褲 然後就說對不起 你可不可以轉身我 對 你給我一個布還是什麼 讓我蓋一下 而且像達明哥會問我說 那幫你檢查那個外科 那個乳外是男生還女生 我就說 然後他就 就還有一點頓笑 我說 我跟你講 你要我形容我的感覺是什麼 我只是覺得我自己是一塊豬肉 因為我躺在那邊 他就開始這樣 這樣子嗎 那這是跟我們去菜市場 挑豬肉差不多 那不是很多阿嬤都會 一直去翻那個豬肉嗎 對 就是那種感覺啊 一直這樣捏捏捏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你們這樣講會讓很多觀眾朋友 就再也不敢去 更不敢去 不是這樣會更敢去 你就不要有那種害羞的想法 可是我覺得我很幸運 因為我去的時候 那個醫生都還算滿溫柔 溫柔到我覺得有點 就是 有點像你的情人嗎 有一點驕羞 因為我那時候是 我剛好身邊很多朋友的媽媽 或者是朋友的阿姨 很突然就是乳癌 二期三期 然後轉移 然後就是很誇張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說 好像應該要去做檢查 然後我就找了一間 就是他是做婦科比較好的那個醫院 然後就去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想要做那個子宮頸跟胸部的檢查 他說我們有 就是直接是做這樣一整套配件 我就去了 然後去就先做下面嘛 然後做完就做上面 然後他就說 你等一下進去第幾號的那個床上 然後把上衣脫掉 等一下我們就會進來 然後我就進去這樣躺著 結果就進來一個男醫生 他就說要先觸診 他說你不要害羞 因為我們就是 然後旁邊還站一個護士 然後就這樣摸 然後摸摸我就想說 我到底要看他還是 對啊 因為我會有一點反應 就有一點害羞 然後我就只好閉著眼睛講 然後他說好你可以了 然後我們現在去做超音波 然後又移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然後就去做超音波 然後你就冷冷 然後就這樣 就一直不停的洗漆皮膏 但是他就很溫柔 然後就跟我說 你這個你看這個超音波這個圖 現在這邊就是應該是還好 沒有什麼問題 反正就定期來檢查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要克服自己就是 你知道嗎 身體要被陌生人 因為他們是專業的醫生 我們就相信 對 我覺得你們婦產科醫生 就是裡面這已經很驚惱 我在進去之前 不要問問題問大聲 因為每次掛他就說 那你最近有性行為嗎 他會問一下我的話 他會說那幾次呢 當愛皮膩這樣 然後我想到現在都不知道 然後我說沒有 人家就行情不好 你們討論 自己有性行為嗎 然後我就說 我覺得我最近經濟不順 你確實你沒有懷孕的可能嗎 就怎麼樣 我就是沒有嘛 那就跟他很討厭 你有就好了 你幹嘛死我了 沒有… 對 你知道嗎 沒有 每一個醫生風格不一樣 像我負產科醫生 他還算滿害羞的耶 他問我說 他說你們… 你們上次在一起是什麼時候 我說 你們在一起 你們在一起 對 天啊 乳暈顏色 竟然跟健康有關係 其實我們跟我們的單位有關 我們乳房為什麼會不大 是因為我們的腸胃的氣血充沛 吃得很好 我們生理學上來看 乳暈的主要功能 其實就是沒關係 太上機不是這樣講耶 洪醫師是不是也告訴大家 就是說怎麼樣去發現它是良性或是 現在來講其實大家已經不鼓勵 就是我們衛生單位 或者是國外衛生單位 已經不鼓勵自我檢查了 因為剛才講的這些東西來講 它其實都不夠客觀 那我們要求的是一個 早期診斷 這樣的早期診斷 事實上是大部分的病人 是沒有症狀的 其實有點像 大家過去在做 子宮頸抹片檢查一樣 其實為什麼要去做 它並沒有出血 並沒有分泌 什麼症狀 還是要去做 因為其實是早期的癌症 其實通常是沒有症狀的 所以那40歲以前的這些女生 她們是要多久做一次 超一波其實可以 還是可以看過去的病史 那如果說你比如說 在二三十歲的時候 你做過第一次 那醫生大概會跟你講說 你的狀況還好 那是不是一定要 馬上每年都要做 或者是一兩年做一次都可以 那如果說有一些狀況 當然可能就是要半年 那些都要來做 沒有分什麼胸部大的 比較容易得 或胸部比較小 應該是沒有關係 那如果譬如說 像因為我有一個同學 他就是高中的時候 他就去開刀 他有一度就開刀 然後我們就說 你去開什麼刀 然後他就不好意思講 因為他胸部裡面 就長了那個纖維囊腫 然後他就開刀拿掉 然後他來學校的時候 他就哭 他就覺得說 他好像身體有缺陷 然後又在胸部開刀 因為大家都在發育期 那譬如說像這種 比較就是譬如說 曾經有過像這樣子的案例 會不會比較容易得 癌症 我想你講的應該是 纖維腺瘤 大家其實把纖維腺瘤 跟纖維囊腫都 大家只記得有纖維兩個字 那剩下大家怎麼都忘記了 那通常來講 在國中高 高中啊 大學啊 就是大概三十歲 以前的女性 大部分來講的話 會開刀應該是纖維腺瘤 那那個是一個 比較圓形 就剛才跟各位講的就是說 比較圓 然後可能比較可以滑動的 那叫纖維腺瘤 那不過現在也是有一些辦法 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一些微創手術 可能譬如說 零點五公分的傷口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瘤取出來 就不用到那麼大的一個傷口 這樣子 總之一句話大家還是要常常了解 或是觸摸自己的乳房 沒錯 所以今天我們節目呢 就帶大家來看看 什麼小症狀呢 其實就有這個徵兆啦 大家把乳房拿出來 蛤 蛤 蛤 不是快播嗎 色卡 這邊呢 現場觀眾在家的嗎 是 真兆衣是色澤的變化 對 就是乳暈的色澤 大致上他們把它分成這五種顏色 對 大家認為哪一種是比較正常的嗎 有沒有 你們覺得 正常的顏色應該是稍微偏深 三 二 三 三 二 三 二 三 一又太白是嗎 對啊 那五呢 五的冠長覺得就是咖啡色 這是懷孕的時候 懷孕的時候 懷孕會變這麼黑啊 真的嗎 可能懷孕就跟五 大概四個五種間 沒有到那麼黑啦 沒有那麼黑啦 這樣子 可能四 四 這個是 陳醫師你可以來解答嗎 我解釋一下啦 其實 就我們生理學上來看 乳暈的主要工人 其實就是美觀而已 還有就是乳頭乳暈不適合 蔡上基不是這樣講耶 他在看乳暈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命運 真的嗎 對 乳暈還有那個體毛怎麼旋轉什麼 這個 這個也可以判 對 這個根據我們教科書還真的沒寫 但是有人說如果比較挺或比較凹陷 跟你的個性是不是暴君 或配合度有關 對 配合度 但是不在我們的教科書寫了 你今天是一個有科學證據的 是… 那我們來講這個乳暈好了 乳暈的大小 隨著 其實的確會逐漸變大 你想一個道理 你本來 一個拳頭大的Size的乳房 到了懷孕的時候 要拱到兩倍三倍大的時候 乳暈相對變大 最大有人到差不多十公分 你自己拿十公分 他這邊也有一個標 十進… 十進 十公分嗎 十公分 有… 等一下我們是不是 4.5是這樣子 我講是最大 Average就是你… 我們… 十是差不多這樣嗎 這一個臉耶 這樣是乳暈嗎 太陽餅嗎 是 對 兩個太陽餅 最大可以當那麼多 但是多數大概都是 三到四公分 那不是整部都是了嗎 好像乳暈 就摸摸摸摸 還是都是乳暈這樣 沒有啊 總是有極端的嘛 因為他乳房比較會暈車嗎 好暈喔 沒有 應該男生看了會暈吧 所以其實並沒有所謂的 標準的一個… 對 以大小來講 其實沒有一個絕對 因為它就是一個色素的反應 我們常常講 其實乳暈的反應的顏色分佈 跟下半身的櫻唇分佈 其實是很類似的 所以你乳暈什麼顏色 櫻唇就什麼顏色 也不是那麼絕對 不一樣嗎 就不一樣 我要先講一下 我要先講一下 因為請不要因為這樣 怕透露你明明 我要講這個… 其實大家講到櫻唇 陳醫師很想接一句 我不信 櫻唇大家看到都是 比較外側的部分 其實我們如果櫻唇 搬過來內側一點 黏膜類的那個顏色 其實跟乳頭顏色 會有一點比較偏近 對 所以他們是同步的就是了 不太一致 可是我講的是原裝貨 你如果生過小孩 所以這個從中醫來說 周醫師 其實乳暈的顏色 會跟什麼樣的身體 哪一些健康反應有關嗎 是啊 然後我發現大家調色調得 還略過一點 其實台灣人沒那麼悲觀 亞洲人其實沒有那麼淡 其實你忽略到一個就是 玫瑰色 就是它其實會略帶紅潤 性生活比較少 或性情會比較淡 或是說其實你發育比較晚熟 你比較幼稚 比方說你十一二歲 都還沒有發育到他 其實你本身就具備一二種顏色 等一下 那你的意思是說 性生活多就會變得真的比較深 是 比方 真的嗎 對 我一直以為 因為有人說 泛濫的話會那個 因為很多人說 如果胸孤暈的顏色 如果你們在就是 雨水吃歡的時候 常常被咬或被吸 顏色會變很深 所以有的人就是都 會排除到這個過程 對 是 沒有錯 只是說它的一個 荷爾蒙是比較早熟的情況之下 它的色素會比較快 就是沉澱 因為畢竟這跟老化有關 但是我們現在忽略到這些 都不是比較 比方乳癌的啦 生產 我們單就健康的人 為什麼會生病來說 其實中醫的乳房 其實跟我們的肝胃有關 我們乳房為什麼會大 是因為我們的腸胃的氣血充沛 吃得很好 像小甜甜 吃得就是吸收很好 特別又白又嫩又Q 所以它本身的一個味道 直接就很大了 不要講 不要講出來 不要失控 不要失控 不會不會 因為其實 因為女醫生的關係 我們在診間或什麼 其實很多女生小女生 很樂於把她的衣服脫光 光給你看 我是看她的一個寬骨痛 她也是她的 脫她的內衣給我們看 然後另外來說 就是其實我們的乾旱 會有問題 比較提醒大家一點就是 如果說你有乾部的一個細胞病變 或乾的一個病變的話 其實你的乳暈的顏色 會變比較深 會比較深 那你不要每個人 都是掀開乳暈的話 其實你可以從哪裡 從唇色 從骨勾 有沒有 從一些像陰唇的顏色 骨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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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顏色的變深 其實都是相通的 所以其實你是乾細胞會有的 我以前就聽過這種說法 就是說 女人上面嘴巴也相當於是下面的嘴巴 對 我有聽過 所以就是比如說 月經來這邊就開始冒豆子 是 這個跟荷爾蒙有點關係 我補充一下 有些東西我沒有那麼同意周醫師的見解 其實在肝有問題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性荷爾蒙 包含磁激素 黃體素 都是由肝來代謝的 所以你肝有問題的時候 這兩個荷爾蒙 其實它的指數一定會偏高 那一偏高的時候色素容易沉澱 你剛有聽到 懷孕除了那個生物學本人 要讓他看得到之外 懷孕出現因為荷爾蒙 大量的增加的時候 其實它會刺激很多同步荷爾蒙上升 那這些荷爾蒙 其中有一個叫做黑色素生成素 黑色素生成素 跟腳上線刺激 腳上線生成素 其實他們是同一個家族 他們的長 他們的功能會有點像 所以會刺激你的顏色生成 也就是說為什麼在月經期 你荷爾蒙變動大的時候 你的顏色可能會深一點 但是因為你有波動嘛 回來一點就好一點點 所以那像房間那種賣很多那個什麼 之前第四台也有 就是說什麼 這是可以把你的嘴唇啊 跟你的乳暈啊 都飄成 你最喜歡的那種色 對 對的嗎 這真的有效的嗎 趙醫師 皮膚科醫師 在乎他顏色的女性 會來 不管是嘴唇 或是我們的這個 胸部的乳暈啊 他會想說把它漂白 所以說有人用一些 醫學美容的方式 比如說打脈衝光啊 他是用進膚的模式去打他 脈衝光 打乳暈 對... 是因為我們乳暈其實很敏感 當時其實我本來不太願意做 這樣的一個醫美的這樣一個療程 可是他跟我說有效 有效 因為他賣其他人打過素有效 那這樣有效的話對不對 那我就想說好 有效都來打 那實際上在我們人中 一個15歲一個女性 一個國中生 才15歲啊 15歲 他媽媽帶來 他說他這個乳暈 顏色很黑 有時候因為國中生要游泳 每次要游泳 同學換衣服的時候 你看他的顏色跟他特別不一樣 都被大家笑 對 他覺得就是很自卑 那來的時候他就認為說 他要把這個顏色把它改善 改得比較淡一點 那實際上就是說 他可能不願意用醫學美容的方式 他說用一些這個 所謂一些這個叫做這個退斑膏 或是這個漂白的這些保養品 去做這樣的一個處置 那實際上其實他就來擦 那實際上有要擦顏色是會淡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的退斑膏 本身它一支黑色素的形成 顏色是可以淡一點 但最重要就是說 像這些東西 它會刺激我們的這個皮膚 很多過敏 有時候反正皮膚會產生一些 這個過敏性的皮膚鹽 那如果他擦了 然後他老公又不小心一直在吃 那他老公的嘴巴會不會變淡 也會變淡 那也是 其實他這個筋皮吸收了 我想說這藥膏會吸收 那我想他老公再去清的話 可能 但是那乳頭的 因為也有 乳頭有很多形狀 有長有短啊 粗啊 圓什麼的 有沒有是什麼樣的一個徵兆 會就是其實它可能 也是一個病的前兆 其實乳頭我想 它除了色素的生成 我們剛剛講 如果真的莫名其妙 人好好的沒事 就顏色增加了 我們擔心荷爾蒙 甚至腳腰腺的疾病也會有 一些腎的疾病也會有 那另外一個是形狀 形狀如果 我們其實在浦育母乳 最擔心的是 乳頭太長太大 太長頂到小朋友不好寒 那太大連寒都寒不進去 還有一個就是在 產檢過程我們就會提醒了 就是乳頭凹陷 有些人先天乳頭就凹陷 其實在懷孕過程當中 可以稍微捏一點捏一點 拉拔拉拔是可以拉拔出來 可是如果 你這個乳頭 或者是乳房的某些組織 就凹陷了 其實這種就是要到 到宏醫師這邊來 因為當乳頭 有莫名其妙的分泌物 包含化膿狀 出血狀 或者是 在乳頭乳韻旁邊 有一些莫名其妙凹陷 還有一個 如果莫名其妙出現濕疹 我常常有時候會說 但濕疹我們先排除掉 因為現在Nubra用太多了 Nubra悶到了 是旁邊的濕疹 這個某些濕疹是很特別的 在乳頭旁邊的 特別狀的濕疹 那是一個特別的疾病 那是跟乳癌有相關的 濕疹 那假的 怎麼會癢嗎 就是癢癢嗎 還是 初期是怎樣 其實在乳頭有一些 有一個我們講的叫 然後它是 它有兩種type 它有一種是 是這樣嗎 這樣怎麼濕疹嗎 這很嚴重 是左邊還是這個 右邊 左邊 左邊 左乳 我們看的變成是這個方向 左乳就那麼紅喔 它很癢 而且人家會癢 會癢嗎 其實會有 然後 你有圖片 那所以如果說 是一個濕疹的反應 像剛才皮膚科醫師有介紹過 然後如果一個濕疹反應 一直沒辦法治療好的話 那可能就是比如說 你塗了藥一兩個月 還是沒 一兩個禮拜後 還是沒辦法好的時候 其實應該要看乳腺外科 那可能是一個我們講的一個 乳癌的一個病變在裡頭 那你剛剛說上面會有白白 那個也是沒有 懷孕的那個是會奶 對 那個是你在講乳孕還是乳頭 乳頭吧 我講的是乳頭 因為你知道我媽跟我說 一件很妙的事情 小時候我就埋怨她說 為什麼我大小邊差這麼多 她就說 因為她懷孕的時候 聽人家講說 如果你生女生 在她是嬰兒的時候 如果可以的話 就幫她擠 她說那個叫零劑 就是乳頭裡面有個東西 就像痘痘你一擠 她就會跑出來 然後她就抱著我 你是說嬰兒嗎 對嬰兒的時候 然後她就幫我擠 結果她就幫我擠了一邊之後 我就一直掙扎 然後因為底下是一個水盆 她幫我洗澡 她跑掉下去 她另外一邊就沒擠 然後她就說 可能是因為那時候 林劑子擠了一邊 所以你就大小邊 那我想說 真的是跟這個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的 這個其實是因為 有些媽媽的 像有些新生兒的小女嬰 的確乳汁會有一點點小分泌 或是因為 因為媽媽的荷爾蒙太高 還刺激她一點 真的喔 老實說 我們的乳頭是非常敏感的 對 在跟老公玩遊戲的時候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 對不對 接受器 那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減了以後 我們的敏感度會減低 開始的時候 會有一些神經的 敏感度的一個改變 那如果說 大部分在過一段時間的時候 是可以恢復的 真的喔 對 差不多在半年的時間 大部分是可以恢復的 半年 對 所以其實 接下來還有討論到 就是說乳房 其實 比如說像那個 剛剛講到有時候 那個正常一點點屑屑 或那個是沒有關係的 對 但突然比如說 長斑長痣這些 可是斑斗 我覺得這環小孩 就會長一些斑跟痣 在乳房上面 可是乳房的痣是富貴耶 真的 不是 真的之前有老師說 胸部乳暈長痣是富貴命 因為之前就有人跟我講說 如果你的乳房上長一些痣 或是長一些斑 就可能是病便 到底是病還是富貴 胸部長出蒼蠅痣 小心使肝硬化前兆 你本身啦 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突然間胸部出現很多 像紅色像蜘蛛啊 什麼叫做 這個 那這可能啊 他是有一個肝功能 那種問題 他就可能是病便 到底是病還是富貴呢 其實喔 其實喔 治無好治 出來治無好治 治越多越不好 以這個科學的來講的話 因為治越多 它病便機會越大 尤其喔 對這個摩擦的地方 但更不好 那加上長在胸部的話 加上另外一半是要賣摩擦 本來是好好的 越摩擦它可能也會有點病便 沒有機會的 越摩越大 沒有 長痣是一種體質 其實沒有原因的 長痣是體質 它本身會長痣到某點就會長 可是我是生完才有這種 對啊 會不會退掉 就是說有些女孩子 生完產之後 在胸部 它可能會長出很多 像這個粉色 就膚色到咖啡色 甚至到有點這個 像老人般那種顏色的一些 腳化的組織 在我們的胸部 甚至背部 長很多這樣的情況 突然間這樣長很多的話 其實你要注意一個問題 這個人大概他可能 腸胃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他可能在這個腸胃道 或胃 或這個大腸會有息肉的產生 那這樣就要注意 突然間長很多這樣子 膚色的這些 腳化的組織 這個就要注意 那叫做大腸鏡跟胃鏡 對 這時候我們要去做這個大腸鏡 或胃鏡的組織 趙醫師我那時候生完第一胎的時候 我突然脖子這邊 沒有長的胸部 但是就是脖子這裡 長的那種 深咖啡色 像那種小肉牙 這樣子很多 然後我就想完了 所以像那種突然這樣這邊長 就是也是跟荷爾蒙有關嗎 這可能就有三個原因 一個是我們所謂的一個 腳化的組織 可能是息肉 可能是病毒油 都可以吸收 那還好不是病毒 不是病變 像我們長大的乳房上 會比較害怕 就是如果長 你是說很多是要很多很多那樣子 對 很多 還是說一兩顆豆子 是 那這個胸部來講的話 比如說你可能長了一些 比如說紅色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這個懷孕後 有人懷孕之後 核膜會改變 剛才是說肝功能 或肝會引起核膜的病變 那事實上其實呢 假如我們在這個胸部突然間 你本身本來是沒有問題的 突然間胸部出現很多 像紅色像蜘蛛 我們叫蜘蛛痣 蜘蛛 這種蜘蛛痣來講的話 它在胸部出來有好幾個 像蜘蛛嘛 本身那個身體 腳一直分散出去 那這樣的話 突然間你有發生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甚至你的腸胃覺得不舒服了 人容易疲倦的話 那這可能 它是所謂一個肝功能 可能有問題 很多是肝硬化一個前兆 這要小心 像周醫師好像還有一種叫什麼 蒼蠅痣是嗎 對 它大部分來說 都一直說是在胸部 其實不要忘記 什麼地方是胸罩最容易摩擦到的 是乳下 我們一直擔心說是乳房 對 鋼筋這邊 然後在鋼筋下面乳下 其實你有一時候一翻開 如果胸部太大一翻開 其實它下面會長一排 叫褲心腮肌 但是它這個東西 會跟神經節的分布單側有關 比方說你從乳下到側邊肋骨這邊 其實像蒼蠅痣或是黑痣 這樣一堆的話 表示說你的腸胃還有氣血的循環 是有問題的 所以反正是繞著乳房 發生了顏色或是有什麼顆粒 發險 就趕快去檢查就對了 對不對 現在我們遇到的不是說變黑 現在是沒有顏色的問題 變黑我們都會發現嚇到 有些人是乳暈和乳房 它顏色變淡 變淡又是怎樣 因為最近是秋天 是一個氣喘的季節 有非常多的是 有些像免疫系統的問題 或肝險 肝燥症或氣喘病人 他因為長期服用一些免疫系統抑制劑之後 色素整個被破壞 他的乳暈顏色 他一直脫穴會色素變淡 變淡色 白色 他渾然不知 他覺得很高興 覺得我是要回船 對 其實不是的 是他的免疫系統開始出問題了 所以顏色變淡也出問題 所以我們浴室最好是什麼樣的燈 白燈還黃燈 然後看 很蒼涼的顏色最好 因為黃色燈最好 蒼涼的顏色最好 一定要有一盞白燈 一定要有一盞白燈 因為其實看起來大家都很正常 都覺得自己皮膚膚色好好 其實都忘記了顏色的問題 就是日光燈 日光燈的 好 算送你們一個大禮 回去那個浴室每天這樣子自己這樣 比對一下 比對一下 色素沉澱都不是好東西 尤其如果他越來越多 越來越深 範圍越大的話 一定是有狀況 因為色素是身體的排 一個代謝產物 那但是也有一些 其實剛剛提到的顏色深 顏色淡比顏色深還麻煩 這是我們的經驗 因為色素變不回來 因為我們都處理過 那個你如果顏色脫色白了 我要變色素沒有了 我要變回原來有顏色白燈 反而比較難 你有顏色我用雷色可以除掉 你這個是真的是一個患者的 他等於是整個的 也有一些 剛剛提到的大家都很重視顏色不好看 其實這個叫咖啡牛奶斑 這個法國文的名字真的叫 咖啡和拉鐵 咖啡和拉鐵 對 其實這個我想我們醫學生通通都念過 當你身體莫名其妙出現一些粉色的 像咖啡牛奶的顏色的時候 其實真的要小心 反而是一些神經纖維流的一個表象 它一開始就這麼大塊還是會先出現 慢慢的越來越大神經 對 而且這種病人為什麼我婦產科會特別注意 這種病人 常常他小時候就長這樣 他有一次胎季 慢慢的懷孕越來越大 可是這種人 他其實腦是有點狀況 他懷孕的時候 小朋友會有一些遺傳 真的假的 你是說 醫生你是說長在胸部這裡嗎 他在胸前背後其實都有機會 那手上這裡好像有一個 這算不算 這一小片不用太擔心 你看 那我也有啊 什麼分辨還是胎季還是斑 對 如果你小時候生下來就有就是胎季啊 我們也不知道 有的時候是長大才看到啊 對 趕快開始檢查自己 對啊 好恐怖喔 不過其實對女生來說 就是我們也老實說啦 因為人的器官左右 左右本來大小就不太會一樣啦 對 那就 新乳房大家也知道 左右不太會平均嗎 餵完奶更明顯 對 真的嗎 真的 我也不曉得問題 因為寶寶他常喝一邊的話 那邊之後就會變比較小 所以乳房有沒有就是說 差到多少是一個平均值 差太多可能像甜甜剛剛問的問題 會有 會是 我想一個cup的一個差距 大概是還蠻常見的 那就是 但是其實那時候還是蠻主觀的 那剛剛有提到說 是不是會同一邊的時候 那可能那邊 有的是餵同一邊以後變得比較大 但是它這樣萎縮的會變得比較明顯 那其實這都有可能 那其實大部分的人來講 我們仔細看 一定是兩邊不一樣大 所以不用太在乎這一部分 但是如果說你本來是兩邊很對稱的 那你發現有一邊一直變大 那你可能就要擔心說 你以後是不是要長大 那會是什麼問題 當然有可能只是一個 當然可能是腫瘤 那也有可能是 還是一個正常發育 也是有可能 像有個小朋友 他可能在十幾歲的時候來 那時候發現兩邊 那兩邊不一樣大 那可能過一年來以後 兩邊差距越來越大 對那可能還是算正常 還是正常發育 那通常要等到他 比較成熟了 比較定型的時候 看有沒有需要去做 一個整形的手術這樣子 洪醫師我想問你就是說 比如說像我們這些產後婦女 我真的現在很想要做一件事 就是自體脂肪融入 對 把它弄得平均一點 這個過程會危險嗎 或者是說應該說做完之後 它會不會誘發什麼肿瘤 或是什麼病嗎 OK 自體脂肪融入 大概其實在一個世紀前 就開始在做了 那但是到了1987年左右的時候 那時候被美國的整形科醫學會 把它禁止掉 為什麼 那因為我們常常會看到一些鈣化 那鈣化的時候就覺得說 這個東西到底是良性還是惡性的 那會待會有時間的話 我可以拿一下那個鈣化 給大家看一下 那是我們要看 鈣化我們可以把它分成為 所謂的良性的鈣化 或者是一個惡性的鈣化 鈣化是老化嗎 它可能也不見得多老 就是很年輕的時候 可能就有可能產生 那有可能是因為發炎 或者是一些 那我們再看一下實際的照片好了 我常跟病人講說 如果你遠遠就可以看到 一個很大的一個白點 這個鈣化 你可以很放心 這是良性的 就是你剛才提的那個纖維線流 會痛的都不用擔心是不是 會痛的比較沒有關係 對 會痛的不用擔心 然後像這種就是 你看它好像一條 一條線或者一條鐵路 一樣鐵路一樣這樣子 那這種反而也是沒有關係 這是年紀比較大 它血管的鈣化 那像我們看到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說 它是一個很多的白點 而且你看這白點都不圓 它有一個多形性的白點 或者雖然是一個很小的白點 但你看它是一個柱狀的 或者我們可以看到 有些地方是Y字型的 它合併又有一個 腫瘤的影像 那這個都是很典型的 惡性的鈣化 所以自體脂肪的龍乳 你剛剛說1987年被限制住的原因 是因為鈣化 對 因為它這樣會誤導 就是放射 就是我們誤導醫生去判斷說 但它並不會引起惡性腫瘤 到現在來講並沒有實驗證明 但是在動物實驗有 動物實驗有說 好像是會引起一些癌症的病變 但是在人體的 就過去所做的一個統計資料來講 在人體方面是不會 其實自體脂肪現在不管是在歐洲 在美洲 在亞洲 比如說在亞洲從台灣 或者是日本韓國大陸 都做非常的多 所以大家覺得它還是安全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比較好的機器 剛才講到說這些鈣化 我們沒辦法分別它是良性還是惡性 那現在有比較好的機器 不管是比如說MRI核式共振 或者是超音波 或者是乳房攝影 我們都可以把它做一個分析 看這東西到底是有沒有問題的 那現在在診斷上面也是用一些 比如說我們跟針做一個切片 我們就可以知道這是良性惡性了 所以我其實並不排斥 病人去做一個自體脂肪移植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可行的 而且比較跟音符來講 跟我們放入植物外這樣 它至少不是 異物 對 但是其實這個東西又有一個故事了 就是說你的脂肪 原來不是長在這邊的 它雖然是你身體的東西 但是對這個地方的組織 它是異物 它還是異物 所以它還是會引起 我們身體一些免疫反應 比如說會有一些 我們講叫做 就是一些組織細胞 或者是一些吞噬細胞 會繼續破壞 那破壞完了以後 變成講的脂肪壞死 那病人可能會覺得說 這邊可能摸到硬塊硬塊 繼續弄越麻煩 對啊 不要弄 他自己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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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還想說左右 乃部一樣大小的 還可以照這個方法 算了就算了 但今天有一個骨科醫師 坐在那裡 大家想說為什麼呢 其實乳房一大一小 好像有時候跟骨頭有關係是嗎 是跟骨頭 對 那其實今天我接到這個通告 我也覺得乳房 為什麼要找骨科醫師呢 對 但事實上我們門診 真的有遇過這樣子的小朋友 骨科醫師常常 也可以從X光上面看到 有點端倪 擅長的胸部 你大概可以看到這個影子啦 所以就是其實一般說來 大概是對稱的 然後大小的差別不會到太多 那我們門診是真的有遇過 有種病叫做急柱側彎 台灣大概有十分之一的女性 有這樣子的問題在 一定有啊 對 只是嚴重程度不一 對 那這個 所以月彎乳房的差別就會越大 是嗎 之前曾經用整形外科醫師 他統計過 他來門診做 想要龍武手術的女孩子 有十分之一的人 他是有脊柱側彎的問題 只是程度不別 所以其實有脊柱側彎的話 它會造成乳腺的 就是你身體因為 因為這個脊椎它旋轉的角度 有時候視覺上你看 你就會一高一低一大一小 然後再加上它會影響到一些乳腺的發育 兩邊會不太對稱 其實的確是有這樣子的病例在的 一般來講會來骨科 然後又跟乳房存上的關係 大概還是比較多是說 它頸椎不舒服 胸 可能肩胛骨 然後包括它的上肢 都不太舒服 然後對 它會延伸到這個地方 它會檢查肋骨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然後為什麼一連串都很痛 可是不是真的有很多是因為胸部太重 然後導致它就會一直脫背 脫背 脫脊椎就壞掉了 有這種嗎 這種東西其實是可以 你如果加強訓練你的腰背肌 你多提醒自己要挺胸 其實是可以改善你 明明會不會變大 竟然跟性有關係 乳房是一個性器官 大家是有意義的 既然乳房是一個性器官 它一定是上通 上通你的頭腦對不對 幫我和你一宿 下一馬就在喘 所以如果說你自己真的是 就是剛好很幸運有另外一半 不像小型這樣會這樣看 然後其實你在另外一半在按摩時候 其實是拿下腿 很腦部的刺激 所以沒有另外一半 然後自己東西很愉快 OK 妳可以 妳可以看書或看電影去自己按摩 我覺得也可以的 現在是來都肌肉我可以講 好可怕喔 就是除了美胸霜 然後之前還有一個很有名的那個 吃的糖果 然後吃的胸部就會變大 哪有這種東西 真的有 但其實有外帶的東西到底有沒有 你不需要了 你不需要了 是不是大牙門的 就是 好壞喔 我吃任何東西都沒有效了好嗎 外帶就例如說抹的吃的擦的 到底有沒有用 其實那大部分的成分都是 乳酸荷爾蒙 就是說 你其實也是得到的是一個 暫時性的腫大 當你不吃那個藥的時候 就不會有了 它又會再消回去 其實荷爾蒙吃太多了耶 對 會引起增加不同的機會 尤其吃長期超過五年的話 這我補充一下好了啦 其實很多人都希望這個 我們把這個乳房結構 你了解一下 你就知道你做很多事 都可以加分 我們乳房結構有皮 有內餡 有底 皮呢 就是如果你拍打 用人水刺激 其實皮會比較緊繃 所以形狀會比較好 內餡國外污兩個 一個是脂肪 就是乳腺 那乳腺的話 因為你有荷爾蒙刺激 自然會比較大 所以你就會發現 有些豐胸其實都含荷爾蒙成分 對 還有一個是脂肪成分 所以你如果減肥減得太快 脂肪一下消了 內餡也就不夠了 第三個是底部 你剛剛講的 擴胸 其實它就是底部那個胸大肌 你如果練得挺一點 肌肉發達一點 自然底部往上升 所以其實我常會跟我的病人 聊一些天就是 我們乳房其實要的 所以功能性你要外觀 其實是要的是形狀 不一定要大 你如果去問男生 肌肉不一定要太大 也很悶很累 對 她喜歡形狀 手裝很大 還有那種什麼 就是鄉野傳說 說如果你跟另外一半 在黑秀的時候 然後他能夠一邊跟你黑秀 一邊這樣 幫你這樣 然後就會變大 這小時候有經過 有聽說在 有嗎 就傳他在這樣 祐醫師可以嗎 大部分都不要 大家不要把乳房 當作一個部位而已 其實在綜藝看西 應該才說 乳房是一個性器官 大家是沒有意義的 它既然乳房是一個性器官 它一定是上通 上通你的頭腦對不對 包括我們的蜜乳素 下通哪裡 就卵巢子宮 所以如果說你自己真的是 剛好很幸運 有另外一半 不像小甜甜這樣 對 不要自己直接講話 你不要說 其實我們現在 現在擔心的是 就是關心的是說 其實你在另外一半 在按摩的時候 其實是腦下垂底 和腦部的刺激 而不是硬去 整個身心的愉快 是 身心愉快 它很愉悅快樂才是 而不是哪一個人在 那如果這樣子是好 就是很衰沒有另外一半 然後自己讓自己很愉快 可以嗎 你可以看書或看電影去 自己按摩 我覺得也可以的 OK 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 哇塞 好嗨喔 小甜甜週末的夜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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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比如說我們 就是懷過孕生活小孩 可能有脹痛的感覺 對 那未婚的女生 那他們 也會有突然 脹痛的感覺的話 這個可能是 也是有任何病症 還在長吧 是不是 通常來講 就是月經來前的一個脹痛 就是我們講的周期性的脹痛 都可以忽略它 因為那大概沒什麼關係 那我們常會叫病人來講 我覺得不用吃藥 那可能可以熱敷 那有時候你要追蹤一下 比如說你很喜歡喝咖啡 很喜歡喝茶 咖啡因的食物 它有可能比較容易引起 所謂的纖維囊腫 那這是一種 乳房的慢性發炎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日月顛倒 那你的 比如說你的週期 本來就已經不正常 就是說你的月經週期 本來就不正常 這都容易比較 引起乳房疼痛的一些原因 咖啡跟茶喝多了 我們乳房就會痛 咖啡因 但是其實 不是絕對的 多少算多 我想說這不是絕對的 就是有可能 如果你喝很多的話 你看是不是可以試著 減少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如果你有這方面的問題的話 可是我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之前就是 週期很亂 就是他想來他就來 他可以一個月來三次 就中間讓你休息兩三天 一個月來三次這樣子 然後就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又建議我說 如果你生活作為沒有辦法調整 那你看看 試著看吃條晶片 其實就是口服避孕藥 然後我吃那個避孕藥之後 我就覺得哇 所以很雄偉 對 而且會變得很 但是會 就是那一陣子就是會 他沒有固定週期的就是 他就是會突然長大 然後你就想 好痛 我現在連小跑步 我都覺得還有負擔喔 就那一陣子會這樣 可是他是沒有週期 那這樣其實是有危險的嗎 其實你吃的避孕藥 不是每一種都會讓你乳房 胸部UPUP 其實有特殊準備 你又要講清楚喔 對 那什麼你要的時候 我要總會UP 對 是因為我剛剛講的 那個包子的內餡理論嘛 其實只要荷爾蒙這些好像都會有 可是因為像你月經不正常 常你身體裡面的男性荷爾蒙比例 相對會增加一點 所以你如果你的避孕藥裡面 如果有含抗男性荷爾蒙的成分的 這種你UPUP的效果 就會比較明顯一點點 所以還是看人 不能說你吃了這個 你UPUP 其他人再吃 不一定是有效 你最重要其實應該是讓你 週期性規則 這個其實比較有用 那所以這樣我要為我的未來問一下 未來我們更年期要服用 那個女性荷爾蒙時候 是不是一服用就是說 至少那些不舒服的症狀 會減輕之外 然後我們胸部還會變大 有可能嗎 已經沒有了 我先前期公分跟你們講 其實更年期補充的荷爾蒙 跟你平常年輕時候 荷爾蒙比例是很低的 它只能維持讓你沒有那麼不舒服 退化不要那麼快 會養不起那個症 對 不太容易 因為它已經沒有那個底去讓你燒 還是會小一點點 但是當然 如果你有很好的運動刺激 其實它是會好的 其實算還是很漂亮啊 我們應該每天去練我們的胸肌這樣子 可是這也不能亂做吧 因為有時候做錯很多 我覺得現在女性主義真的是越來越高 我現在有很多四十五六歲的病人 真的喔 雖然是更年期婚 也不用什麼啊 對啊 那好 問一下骨科醫生 是不是有時候 睡眠的方式不對 胸部有越障痛 我們門診是有遇過這樣子的病人 然後像這種人多半他的工作型態是 他比較長時間面對電腦 就是伏案工作 駝背是不是 對 就是他在電腦前面這樣子 看著螢幕然後用電腦 或者是說他常常需要去扛重物 他需要去搬東西 造成這種肩頸的拉扯傷害的 對 像這樣的病人 他通常乳房脹的話 他只會是單邊 他不會是雙邊的 那他有機可循 因為他一定還合併有其他的位置的不舒服 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手啊 肩頸啊 肩胛骨這樣的問題 這我們稱為頸陰性的乳房脹痛 對 這也是一個線索提供給大家 那只是說 他的一般這種乳房脹痛跟 跟荷爾蒙有關的雙邊還是不太一樣的 好 所以今天呢 其實我們提供很多專業的知識 就是請大家要關心自己 尤其女性的乳房非常非常重要 那小田也講到這邊開始挺了起來 你們說非常重要 帶一下 我想要帶去 對 要大家注意自己的健康 而且還要定期檢查 是非常非常重要 然後男生也不要再去 就是針對你的另外一半去挑啊 顏色啊 挑大小 其實那跟健康有關係 對 而且很多是一樣的 遺傳嘛 對 這個是對不對 你罵人的女朋友 那好像覺得 對女朋友的媽媽也不太理解 對 我媽也這樣不信你